大家印象當中的菜灰 不是白色就是青色 不過三千鄉有農民 先說創出了一大片 金圓色以及青色的新品種的菜灰 不只能在菜色當中 色彩錢也讓人看得很高興 農民也說拿來做新年月拿灰 也是很好的三點 做回來看這菜灰到底有多特別 整片的菜灰菜 把蝦仔揭開一看 怎麼是金圓色 再來旁邊看怎麼是青色 但是說是眼睛看火去 你不用就記住 你真是沒看錯 這真是金圓色的菜灰 另外旁邊這一區探討 跟大家來打招呼的 確實是雞色的菜灰 這些菜是菜灰 都是非常厲害的 台灣都要改良的成果 像紫色的話它是綠色去改良的 然後紫色它最主要現在就是 因為現在紫色的蔬菜都有花青素 這種新品種種起來 跟傳統的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殘疾會比較久 它的生產機會拖得比較久 而且因為是做有機的 因為這個會有做認證的這一塊 所以說有機這一個部分 它會殘疾會拖比較久 那起多久 這個大概要一百天 一般這個七十五到八十五 三星尤其農民林東海已經是第一年來試鏡 這種菜寫的菜灰 經過巡化的新品種 今年是更大又漂亮 這隻起來味如何也非常特別 所以說不建議去煮湯什麼 就是快火大火快炒 再來就是做沙拉 有機的蔬菜就是你要用清水多吸幾點 然後就可以做沙拉這一塊 你就可以吃這樣子 用和風醬或是用那個 衣室油醋醬這樣子都可以 非常尊貴的經緣市 非常典雅的街市 看起來就很讓人感到 林東海說 用來做新娘捧花也非常特別 中國如果有新娘要來做新娘捧花 他萬一不用回來送 但是有規則的限定 過期就都糾了料了 以來新聞記者 文明書 蔡翁報導